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大文杰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杰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就是一件的壞人 戴耀廷的一位拍檔 原來已經潛逃到英國 當然這個人很明顯繼續對香港的事 是指手畫腳 說三不讀四 他現在煽動黃絲手足犯法去坐牢 更利用他自己法律學者的身份真真正正地叫人衝 但自己一早已經鬆 早前已經說過香港政府拉戴耀廷 那你不如拉了47人非法選舉違法初選那群人 那不如你拉了違法初選那群人的 有份投票的人 說真的 他真的說得出 我真的拍爛手掌 不過 之後他被手足罵 這個人是誰人 叫陳文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我們一會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贊好 留言 訂閱 文綺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Hello大家好 近日我在巴士的寶看到一篇文章 是專欄 想和大家分享 因為這篇文章引起我一些反思想起昨天說過 既然香港政府抓得違法初選那群搞手 為什麼不抓那群投票的人呢? 我覺得他很有道理 他是真的想把黃絲手足推落原來 真的 我很想拘捕 只不過我相信拘捕的話金融不夠位 這篇文章的標題是披著法律學者外依的陳文敏 忠勇哈叔教人違法不走 實停拉 當然違法不走一定會死 違法是怎樣?是達罪的 他所說的裡面的主角 因為他所寫的叫陳敏敏 相信裡面所說的主角應該是陳敏敏 他也是一個叫人衝自己鬆的政治投機者 當然他最擅長的是什麼? 他叫人衝不是自己立即鬆 他是叫人衝之前自己已經鬆 厲害得爆 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 這場文文已經靜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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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去了英國那邊 現在他仍周不時會走過去用一些所謂的法律學者身份 出來就對我們香港是說三道四 當然相信很多香港市民都未必會認識這是什麼什麼鬼人等等各方面的事情 更加有些人是不知道原來他和戴耀廷戴耀是有莫大的關聯他們的拍檔 看完相關這個文章之後我就覺得有必要和大家深入去說一下 這個逃老的羅夫做過什麼 因為他根本不配做法律學者 甚至乎是不配為人師表 陳文敏曾經在2022年至2014年 佔中之前 就當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 是院長 做了12年 他也是一位名譽的資深大律師 但實際上他只是一邊收大學的工資 一邊在外面攪拌 他不是真的去打官司的律師 他是名譽的資深大律師 即是研究法律 你都很少有的 因為通常這些人都去打官司賺錢 你不做 只是做研究 教書等等 好吧 你都做了很久 給你這個名字 他這麼多年一直都是以法律學者身份 為反對派去補救戶學 他早在1995年的時候 就跟夏博爾戴啟斯成立一個人權監察 大家都知道這個人權監察最後被人踢爆了 他就是由美國的國家民主基金NED旗下的不同地方 給錢成立 是不是 這樣你就會知道 原來這個陳文敏 早在1995年跟夏博爾和戴啟斯 他成立這個人權監察的時候 他本身是些什麼人 是不是 而這個人權監察一直都是由一些煽動亂港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 非常密切 那這群人或陳文敏和美國 這個國家民主基金甚至乎和美國政府有什麼關係 我想大家都一想一想到了 早年有報導也說 由1995年至2013年 收NED撥款 即是香港人權監察 香港人權監察 收美國國民主基金的撥款 高達 差不多1500萬港幣 嘩 是的 很多的 很厲害的 怪不得他們那麼遠以為美國效力 對不對 而NED 即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 背後是什麼 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 大家都知道的 CIA CIA 搞什麼呢 NED搞什麼呢 基本上都是用來顛覆其他國家地方的政權的白手套 所以 收得人錢 當然要幫人做事 所以他之後的種種惡行 相信都是要執行他主子的意思 受人錢財 替人少債 在2003年的時候 有一些所謂法律界 反對 派法 那些反對派 然後成立了一個45條關注組 反對派 陳文敏就加入了其中一個 成為了一個匯約分子 當時 當時 那些機構裡面 有什麼人呢 梁瓜傑 余若薇 吳凱宜 即是說這件事也是公民黨的前身 而這群人的 惡行 我相信大家不用多說 都已經記得 大家可能都會想嘗試用暴力解決梁瓜傑這個問題 在2014年的時候 在非法佔中期間 在雨傘暴動期間 陳文敏雖然已經 沒得再做香港大學法律學院 院長這個職位 但是反中亂港的教授戴耀廷 在2013年和2014年的上半年 組織和宣揚非法佔中行動的時候 陳文敏 其實當時他仍然是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院長 不過當時他沒有出手阻止 香港大學的法律是副教授戴耀廷 去做這個違法佔中行動 陳文敏雖然還要大力支持戴耀廷在2013年的時候 推出一個宣揚非法佔中雨傘革命的行為 以及為了一些行動去籌污經費的書籍 甚至乎為他 寫罪 去做推介 所以這兩個人的關係有多密切 不言而語而言 這兩人很明顯都是一道爭雯 OK 在這麼多年後 反中亂港 感動了很多事情的陳文敏 interview 即是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了無幾久之後 他就鬼鬼祟祟地潛逃了 離開了香港 走回了他的英國主子的身邊 當然他就走得掉 但他的拍檔走不掉 戴耀廷那些沒用 作為西美政治旗子的他依然想借過氣的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前院長和客席教授的名氣 就走到香港國安法的案件任意是算演 誇大旗詞並抹黑我們的香港 例如在35家的處謀顛覆案件 他就反對議員行使基本法 否決財政預算案 怎樣會違反我們香港國安法的這個事件 他身為大學的法律學院的前院長竟然問一句 那麼沒有水準的問題 他35家的處謀顛覆案 其實一群議員是串謀了是無差別 甚至乎寫了那些什麼錄墨無悔聲明 一定要是無差別地去否決財政預算案 即是說無論財政預算案是做得有多好有多美 有多可以為及民生 但他們這群人是不理民生 只理政治直接否決 他沒有做過財政預算案的內容去監察政府 他不是監察政府 他是要反政府 他要推翻政府 這個當然不是基本法賦予議員的權利 所以就是犯法 我這個 不是律師的人 我又不可以說我沒有讀過法律 我這個不是律師的人 我都是看到幾出法律器的人 都知道 這樣是一定是犯法的 但是 這一席的陳文敏竟然說 為何犯法 算法 除此之外 他更加就到立場新聞這宗案件的裁決 大造文章 跟逐了他們的 美西方的政府 煽動罪是很古舊的法例 要廢除這些不合時宜的法例 但是 但是其實 他身為一個法律系的 院長 又是教法律的教授等等 他難道不知道現在全世界仍然有 七成行普通法的英聯邦國家 還是有煽動罪嗎 包括加拿大印度馬來西亞 為何又不見他 叫其他地方 其他國家廢去了 他認為過時的法例 當然 相信他是對於 屠龍爆炸案裏面 由陪審團裁定六個被告 無罪釋放的時候 就說 怎樣 他就說 陪審團制度 一直都 存在著 而且 有他存在的必要性 而且保留才可以維持得到我們香港司法制度的公平性和公開性 難道 陳文敏 在他眼中 陪審團的制度 未夠舊 所以就可以值得保留 但是陪審團的制度 其實我覺得很舊 煽動罪其實都已經很舊 甚至乎在英美 西方 甚至乎在英聯邦不同的國家地方 很多的案件 其實他們現在已經不再用 陪審團 因為陪審團未必真的會用一個法律的觀點 去判案 他可能很容易會被一些情緒和自己 的立場所影響 所以外國已經是沒有什麼再用陪審團 是我們香港用得很多 所以其實用不用陪審團 我相信日後應該要改 法官你怎麼看這件事 用不用陪審團 到最後 由法官 等等 甚至乎政府去決定 保留不是問題 但用不用是一個問題 OK 如果你有刀在家 你用來做什麼 你用來切菜還是斬人 是一個選擇 是不是 當然 陳文敏可能是覺得陪審團的制度 仍然有機會被一群黃絲黑暴 在審訊中僥倖逃脫也不出奇 在七一刺警案發生了之後 陳文敏也曾經公開表示 悼念 疑空 可以是出於同情 甚至乎可能是表達對於政府的一個不滿 和宣揚恐怖主義的差距很大 這個行為 絕對是美化了恐怖活動 或者是使暴力意識死灰復燃 說真的 他身為一個 法律系的學者 聲稱是學者的人 他只是懂得為西方 美國美西方的國家 對我們香港的司法是肆意抹黑 製造輿論 在道德倫理和人性方面 他絕對是非常之有問題 真是為他 現在任教的倫敦大學院的學生 說真的我真是非常之擔心 你教什麼東西給學生 是不是 你縱容手下去搞非法佔中 違法達罪 遇散暴動的東西 你教出來那些倫敦大學的學院的學生 我覺得你真的應該要教一下他們 在英國怎樣去為他們自己爭取民主自由 是不是 當然 不知這個 不學無術 只懂得做姚生士的教授 會教得出什麼等等的東西 相信 將來英國又會一班 被洗腦的 法律系的學生 當然如果大家想看更多 陳文敏做過的壞事的整合 大家都可以去看巴士的部的中情局的文章 很詳細的講解 這條粉蛋 我很希望他真的可以教出一班 傑出的學生 幫助英國 爭取更多的民主和自由 不知大家怎麼看 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民潔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 文潔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下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